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跟书娟的感情微妙是因为之前我跟她之间的那种关系 就是她对我是有一点仇恨的那种感觉在里边 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恨她也是因为我觉得她勾起了我的回忆 因为我以前跟她有相同的经历 然后到后来情感的转变也是我自己 因为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面 也是让我自己有所思考 我觉得我不能够让这样一群无辜的孩子去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最微妙的应该是和书娟之间的感情 其实我现在看你和书娟两个人 你觉得外形气质就蛮相近了 但是在电影里是如此的不同 你你是也应该是一个毕业不久的学生 我今年六月份刚毕业 刚毕业 你为什么能讲那么好的英语呢 因为我喜欢学习英语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看一些有关于英语的东西 你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就能讲得这么好 还是为了这个电影又苦练了一段 为了这个电影 导演专门是请了英语老师外教 然后给我单独的辅导过 很长一段时间 那如果要是说语言对你来说 已经是有一段一定的基础了 我不知道像那个片子里 走得那么风百扬流 那么风韵 对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 导演这容易吗 不容易 不容易 专门去训练的吗 对 因为在我们拍摄前两个月 就是导演召集我们所有演差的女子 我们进行了两个月的培训 我们当时培训有一个内容 就是形体课 在形体课上就有专门的形体老师 就教我们怎么走路 走成那个样子 就走成那个风尘女子的 那种比较妩媚的那个样子 我估计呢 你在拍完电影之后回到家里 要是万一走成这个样子的话 爸爸就把别人吓到的 你鸡毛鸡就挥上去了是吧 谢谢你 相比之下 书娟 咱们的欣怡 可能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因为在戏里边一直是一个 一个青春的女孩子 欣怡 我不是非常了解 因为我听说好像这一次都是新人 是吧 所以欣怡现在 13岁而已 才13岁而已啊 才13岁啊 这么长 演的时候 演电影的时候12岁 12岁 我选他的时候11岁 长得很快 11岁呢 你小学还没有毕业呢应该 对 那个时候差不多将近 六年级 六年级 哦 那就拍电影了 爸妈同意吗 嗯 还好吧 那初中怎么办 初中就是在拍电影的同时 我们都会就是自己学习 就带着课吧 就补课 蛮难易的学生 学习 嗯 嗯 他特别辛苦 就是拍戏很辛苦 然后我就经常能够看见 他们休息的时候 他就 他们那一帮孩子 就会把自己的家庭作业 都会带到现场来做 哦 这个会你在我线上看那些 看那些孩子们 很有意思 高高低低的这个箱子啊 椅子上 孩子们全趴在那儿 做作业 很有意思 那个景观很可爱的 哦 这么回事 嗯 哎 我觉得真的是 可能 就是这个电影里边 可能非常让我们感人的 就是这些学生 这些学生 也正是由 为了去保护这些学生 所以才出现了后边 一系列那么感人的 惊天动地的 一些故事情节 啊 啊 啊 so Chris 啊 啊 啊 so before 啊 啊 working with this crew have you 啊 have you read the the novel? No Do you know that 啊 in the original novel your role was only a small small part and now it's it's the leading role it's absolutely the leading role Right Do you like the the not I mean the story I wouldn't agree it's the leading role you know you know it's a shared Ni Ni is lead as well 啊 xu I can't help it xu is a lead I would say there are three leads really 啊 sia 是第一次你合作业务员和导演者? 第一次合作业务员,但我曾经合作业务员 但与导演者和导演者和导演者 我希望你会有更多机会合作业务员 作业务员,作业务员 也认为你不断务员 我真的不在意义 但是,我曾经有很棒的时间业务员 我认为一部分的努力是业务员 是业务员业务员 业务员 我特意业务员业务员 因为故事的内容 我会很高兴地做这个 好,所以为了不让你选择 我们让你走 现在,休息一会儿 我们为了不让这个 因为刚才这个Vair已经投诉了 所以我们为了怕他去找好莱坞的工会 我们现在可以请他到台下来休息一会儿 你现在可以休息一下 你现在可以休息一下 你可以休息一下 你去休息一下 你或许多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